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做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辄的动力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就是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就是压着这个坐笔以后 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这个心里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始以来 就是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成心为主所造的 一切罪业的话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 这种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次气 这样就是拍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坐金刚拳压着大腿的格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这个痴性为主而所造的 一些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就是这样呢 就是拍这个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启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 获得这种降测 啊啊哦哦哦哦 天军量尼尼尹尹尾瓦 啊啊哦哦哦 天军量尼尹尹尹尾瓦 呜呜abilir 您的新教 loan 呜呜 Exploring in 2022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 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事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灯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 在自己的这个层面 在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就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 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 就是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众题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呢 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 像上师的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 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掌 前面就是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在他面前一直在想上师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就是愿离不幸 愿他们永远愿离一些不幸之事 愿中无苦痛 无病未遭罪 无惧不遭情 毕竟无不乐 在这里也诚心发愿 也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众生 不管是人还是非人 任何一个有生命的这些众生 但愿他们永远都不要感受痛苦 不要有疾病 不要造罪业 经常的不受畏惧 也不受别人的这种气势 总而言之 没有一个痛苦 永远都是开心快乐 一定要这样发愿 当然这个发愿是我们平时在世间当中 应该时时刻刻都要想的去 虽然在三界轮回当中 就是三界轮回 犹如火灶 所以没有任何痛苦 毕竟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们的快乐 我们自己认为是快乐的 实际上这是我们的感觉而已 我们大多数的这种快乐 其实今生和来世的痛苦就渐渐在一起 详细观察的时候 它的本质和它的果 很多并不是真实的快乐 所以我们人们认为的这种快乐 很多都是佛教当中称为辛苦 它的本质只不过是没有发现 爱因是痛苦的 而且我们世间的人们 为了短暂的快乐 然后付出很多很多的经历和时间 所以即使你得到 也没有什么意义的 大多数的有些快乐 就像出生也是愿意得到的 就感官的一些感受的乐觉 感受的一种乐觉 除此之外 真正是佛菩萨和声闻缘觉 他们出世间的快乐 我们世间的很多人绝对是得不到的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想到解决 如果众生要永久地快乐 一定要他们通过修行大乘佛法 修行佛法之后 彻底地断去相续当中的业和烦恼 然后他们获得了大智大悟的智慧 之后心相续完全都是处于一种快乐的状态 这样之后 他们的痛苦也自然而然会消失的 然后各种生病 身体的病 心里的疾病 种种的这些病 也会逐渐逐渐会隐没的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世间上的很多人 对造罪业也越来越减少 如果我们众生没有真正地 懂得释迦牟尼佛教法的真理的话 恐怕口头上但愿不要受苦 但愿快乐也不一定能解决 因此大家时时刻刻都应该祈祷 四方诸佛菩萨 让所有的众生早日醒悟 早日抛开一些世俗的各种乱七八糟的事物 应该真正地趋入佛门 趋入佛门之后 也是不要停留在一种形象和口头上 一定要彻底舍修 完全明白佛陀所讲的 这些非常纯洁的真理 之后自己也是从烦恼的网当中 可以逐渐逐渐可以解脱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一种发愿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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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尤其是我们取入佛教而回向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众回向 还有一个是分回向 然后首先众回向说 下面的回向主要是让众生趋入佛法 然后在佛教的道场有关的一些回向 那么缘具有教法和正法的这些切难事 切难一般也有经典的意思 也有圣切 众缘 圣缘也有这方面的意思 总而言之它引申出来具有僧众 或者是具有教法正法的寺院 因此我们在这里主要发愿的是什么呢 教法和正法要兴盛 佛之妙法有二种 教法正法之提醒 佛陀的这种法 我们所谓的佛法只有二种 一个是教法 第二个是正法就是这个提醒 然后赐教法者为讲经 赐正法者为修行 所以中而言之佛陀的佛法就是教法和正法 那么教法是怎么样受持呢 就是通过讲经说法 听闻佛法来受持的 也是一种持教者 弘扬佛法者 还有一种正法 这个正法应该通过我们的修行来得受的 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 任何一个道场里面 如果有听闻佛法的 讲经说法的 还有人们不断地思维他的法义的 这样的人说明佛法在哪里的 那么你不断地思维不肹 但我会绝多明显到人有 discuss 本事份在录杨树请兼 Curse 看我自己的 głos所谓 别人你在切道的 帮我觉得不肯的 一切很便宜 太 blessed了 솔迹 你在给你 空磊 这瞬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圣众要和和 我们法王如意宝以前在学院当中 有三个根本的纪律 一个是清净戒律 和和圣众 第三个是闻思修行 我们这个学院可以说是 所有的纪律包括在这三个里面 然后这些圣众们所做的事情 就是所做的这些事情一定要成办 愿他们所做的事一定要成心如意 也可以说如愿一场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僧众的事情如果没有办成 那弘扬佛法很困难的 很多僧众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看到汉地的本华老和尚 他也说过 立身为事业 弘法施家务 我觉得这个法跟法王的教言 可以说是不谋二合 利益众生就是我们的事业 弘扬佛法就是我们的家务 除此之外 僧众也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自私自利的事 如果自私自利的这些是所谓寺院所成办的事情 那是不合理的 因此作为清净道场的寺院里面的出家人的事业也是这样的 在家人 在家的一些居士 我想他们也是必须要这样的 任何一个在家的团体当中 要闻思修行和佛法要兴盛 要和和 还有呢 就是利益众生和弘扬佛法的这个事业呢 就是越来越这个广大 这就是我们的方向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目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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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来的 谢谢大家 我现在来的我 请不吝点赞 住手 我们的笔 那么多 欢迎 就是那个看来 있고 我宣经来的 你干净 我们今天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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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好 我们今天 Cont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下面分别的回向 在寺院当中住的应该是出家人 出家人当中就是比丘和比丘利 然后撒米和撒米利包括在这些出家男女宗当中 那么愿世间上所有的 诚信 修学 解脱到的这些比丘 在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 应该是学为戒律 受持最高的比丘 那么这些比丘们长期地住在阿南若 寂静的地方 所谓的阿南若也是远离身体的一些散乱 远离心的散乱 身体的散乱 如果你处于一种大城市里面 或者人类嘈杂 复杂的环境当中 身体始终忙着一些世间法方面 不能空闲修行 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处于一种寂静的状态 始终都是处于一种分别忘念的状态当中 也不能如实地修持 所以远离身心二种散乱的阿南若 阿南若应该说是非常清净的寂静的地方 而且在这里断除一切散乱 外面人群的散乱 琐事的散乱 以及分别人的散乱 种种外面的一些其他修行的违缘方面的散乱 作为比丘的话 因为男宗有时候说是比较多的 心也比较散乱 所以世间上最可怕的就是散乱 散乱是什么因缘而来的呢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初学者 讲环境还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因此作为很多出家人 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应该到一些寂静的地方 然后作为逆种 寂天菩萨这里也发愿 因为逆种跟男种有点不相同的 他们平时收入比较少 这样愿他们经常得一些供养 得一些利益 总的来讲 他这里也说了 说让逆种们一方面获得一些利养 然后断除一些争论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一般逆种寺院当中 一方面远离各种争论 大家应该和睦相处的 还有让他们也是远离一切危害 逆种跟男种出家也是不相同的 因为男种在戒律当中也是单独 在沙尔吐吐吐心里面 可以单独在手下 安住 闭关 这些也可以的 而逆种戒律当中 不允许的 即使在僧团当中 逆种有些修行 违缘也比较大 很多的 里里外外的违缘 即使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害怕 门关着 一直特别地害怕 而男种的话 大家都放心 一般门都不关 晚上也不怕 谁闯起来 就没有什么事 所以在这里发愿让世间的很多的出家人 不管怎么样 出家 男种 女种 都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佛教事业 优优独播剧场哲混音 以后 第二结縫ulu纸 鳌ags 司脾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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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说 圆满无有缺憾 佛经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现在佛不在的时候佛缘起以后 以戒律为我们的道士 一定要认认真正地受持这种清净的戒律 如果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因为众生的烦恼非常深重 种种原因如果违反了这些戒律 那么不能像个别人一样 自己犯完了以后一切都完了 从此之后再也不忏悔 无所谓的态度来对待 这是不合理的 一定要自己从心看深处产生后悔心 一定要想还要进行忏悔 有关经典和论典当中都说了 有关经典和论典当中都说了 其实如果自己前世的因缘和今生当中的各种外缘 如果戒律出现一些缺憾或者这样发生一些罪业 那么时时应该产生后悔心 然后通过忏悔尽除自己相续当中的一切罪业 最后在临终的时候不要堕入恶趣 否则你破了戒而没有忏悔 就佛陀有关经典里面也说了 一定会堕入善恶趣当中的 如果你值得忏悔 那么不但不多恶趣还要转生到善趣当中 善趣当中也是因为以前持戒的原因 会转生到一些具有持戒的机会的人间 原来就是不断地舒适清净的机率 这次下集团是有人一人最不需要的 因为安全币密码 也不可能接触 我们不断在暗头的固定 都没有别认识 那么感觉 再得起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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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智者具有修行的 当然这个智者 世间的智者也可以说 最主要的 我们佛教当中的一些高僧大德的智者 那么这些智者一定要受到人们的尊重 爱戴 恭敬 供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智者具有种种的功德和超胜的智慧 如果他们没有受到人们的尊敬 那他的弘法历生的事业不会广大的 以前法王有一个道歌里面的大概内容 他说现在的很多人对自己地方的一些高僧大德根本不去尊重 然后在别的地方来的一些不善不死的人非常的去崇拜 看到这种信息之后 应该说是末法时代的象征不能看出 真正的这些大德和真正具有菩提心的人 无论是到哪里 像佛塔那样值得人们的恭敬 所以尊者在这里发愿 真正的值得让他一定要受到人们的尊重 而且这些人到外面去如果发愿 尤其是作为出家人 四方为家 也就是说 十方行众的供养作为生存的朝间 那么如果这些真正的修行人 人们都没有供养 人们都没有恭敬 那这样不可能真正能弘法历生 同时我们有一些智慧 有一些修行境界 他心里面比较傲慢 看谁都看不惯 这样的心眼不清净 那这种修行人 在我们密宗和大乘佛教当中不合理的 所以这些人的心的相续 一定要得以清净 管谁都是菩萨那样来对待 其实我们有些修行人 自己修行特别好的话 看到谁的这种行为都是不会有看不惯的 就是应该用清净心来灌待 《音缘品》里面说是 善业很清净 清净明出家 就是真正的出家人 身口意 善业都是很清净的 自己过得也很清净的 看到悲人也很清净的 这样的清净也叫做出家 因此愿四方所有修行的心也清净 而且他们的名声应该圆养四方 完全是需要节目的 不顾重了给我 有必须认了 我想与些营兰师太平泰 就是了个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所以这些人的费家人 发现简单说是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爱一点 你真的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就没发现 看不出家人 我们有些人会 带到大家 看不出家人 我没进家子 我还没进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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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